在印尼當地有這麼一則瘋狂的新聞 有個爸爸因為自己的慾望太強烈 老婆不給雙人運動 所以他發表了 轉而對峙的 哈囉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莫敬格 歡迎收看今天的三小新聞 剛開特斯拉在國道上睡覺的人 是不是想演下一戰天果啊? 雖說特斯拉有這種駕駛功能啦 但是在這種功能上會真正普及之下 你還真的敢這樣搞啊? 喂? 陷入突然有一個不穩定 還是其他的旁邊三把突然來一個鬼子插 鬼子切 直接讓你悟痛升天 那到時候不就自動駕駛了 就是自動去死了 最近還有一個鄉民拍到一輛很猛特斯拉 車主行駛在國道準備北上 但是直接端詳一下車裡面的人 嗯? 情況有點不太對 原本拍到這個特斯拉的時候 可能是想說 唉唷 我的特斯拉喔 好呀人喔 結果一看到這個情況不太對 裡面的駕駛的祝國雲的向後傾斜 睡到駕天 哇整個驚嘆出來 不多說 你的移動式神主牌已經上線了 隨時都可能一飛衝天 但在國道上車子一堆 所以基本上當他一飛衝天 升天區的時候呢 他要走就拉著一堆人走 夢境哥覺得 這種自動駕駛的東西呢 最好還是等真的有很多人開始用的時候 已經有夠多的 嗯...算是開路先鋒 體驗過了 白老鼠使用過之後 穩定了 再開始跟風 不然後自動駕駛撞到人 你也是在賠啦 不可能是馬斯克替你賠吧 雖然說我也很想要來一台特斯拉 開自動駕駛模式 給他睡好睡滿 尤其 在假日的時候 走上高速公路 有些路段 喔齁 塞到高潮 真的很想給他開下去 然後好好的休息休息 不行 啊不行 怎麼可以這樣子 到時候呢 夢境哥做不自動駕駛 我還做個意外 啊 這段去死 哈哈哈 那就算在特斯拉 他現在有這種程度 但台灣其他駕駛的程度 多半年是得想得退路 而且人家特斯拉都跟你說了 自動駕駛是服務功能了 雖然不要殺了 還是以為全自動駕駛 不然真的是 運氣好一點 就當天回家 運氣糟了一點 七天回家 那麼4 正妹客人 主動搭三 以為豔遇 結局慘了 天下沒有 北七的午餐 免錢的最貴啦兄弟 原來明 30多歲 自己進行水餃店的勞盤 嗯很好 有一天突然有個妹子 是正妹 要注意 回頭率極高的那種喔 那對於用餐之後 正妹竟然主動搭三老闆 來跟他要LINE 說方便買水餃 OK 這是我聽過最LINE 感覺最感人的理由啦 這個老闆是怎樣 長得太帥是不是 跟墨鏡哥一樣 又帥又健談是不是 賣水餃老闆 邂逅正妹 因為一盤好吃的水餃 嗯哼 這理由 越聽越感人 但是 現在為什麼沒這麼方便 用最好的就好了嘛 用LINE方便買水餃 我這擺明就是要認識你的嘛 一聽到這個我就先暈 好不好 沒有什麼比男人的視野 倍受肯定還要來得更開心的事情 好了 這樣來之後呢 就常常聊天了 內容開始 我越來越曖昧 還越來越壞壞 看來這個老闆 需要拿一張 見識色色的卡片了 不過這是應該的啦 像我們這種正直又正派的男性 最需要照顧妹子了 特別是主動的正妹 怎麼能夠說不 蛤 尤其人長得越帥 責任越大 又要去照顧人 尤其我墨鏡哥 像我這種的 責任特別大 壓力也三大 沉重啊 不過呢 每次老闆只要問到年齡的時候 女生都打哈哈戴過 千萬不要小看女生化妝後的模樣啊 我以前不小心 死馬他活馬一隻就化 但現在我信了 再這樣子長得善良的呢 都可以變成仙女 或是變成白馬王子 我們性別平等啊 反正呢 只要功率夠 人人都可以從長得善良 變成長得好看 在化妝後的世界都是如此的 即便 他未成年 外表呢 只要經過化妝 也是河南看出來的 而 沒錯 事情就是這樣子 後來兩個人終於發生 壞壞的關係了 終於開啟設施模式了 不過 開啟後的下場是 正妹的爸媽找上門 說 我女兒 根本還沒滿十八 可憐啊 後面爸媽直接怒告老闆 性侵 這年頭男人真可憐 找不到女友就算了 上門的 不是想跟你談投資 不然就是問你要不要來商解 啊 不然就是來準備跳你了 新人跳啦 好不容易以為找到真愛 結果爸媽跳出來告你侵害 這男生真的是命苦啊 不過最後當然是沒告成功 對話幾乎都在 兩個人分明是你情我怨 再告男生性侵 除非法官事實上斷線 想到不知道哪一集 好像講得到 分手砲結束之後 要對方簽合約 不然要告性侵的新聞 這真的是 這年的 除了女生好保護自己之外 男生也得要好好保護自己 最好運動之前 一試兩份的白紙黑色合約 給他簽好簽滿 簽個合約啊 不要命你情我怨啊 最好這個合約啊 還要蓋手印 蓋好蓋滿那種 欸不對還不夠 還要隱藝雙方的 身份證證版面 最好再加上健保 卡或駕照 不然真的是 沒保障 太可怕了 那麼3 60歲阿伯 一夜七次 那你 阿伯 60歲 一夜七次 我差點又想問阿伯 平常怎麼弄的 不過看了內語文才知道 喔原來是說小便的部分 唉唷 我差點緊張起來 自探不如 差點懷疑自己 是不是應該去領個 殘上手冊之類的 小便如果一個晚上 能夠七次騎的 是蠻了不起的 不過好像老人 都有這種通病 就是會容易想上廁所 憑尿 但是脫下褲子之後呢 休止尿出兩滴 甚至完全沒尿在找 欸我爸差不多是這樣 但就尿很久 總之就是尿不出來 當然這算是疾病 是可以治癒的 但是我想到 如果以後我這樣的話呢 每次直尿一兩滴的話呢 那要不要乾脆就不要動了 睡一覺 欸趕快睡一醒 小便尿尿 別下床了 反正才兩滴 忍一下 我就衛生紙接一下就好 說不定衛生紙根本也沒什麼吃掉 不然就更乾脆一點 手呢 也不動了 棉被也別掀了 褲子也被脫了 直接 稍微給他尿一下 反正才兩滴 內褲吸水一下 吸掉就好了 反正我不要白色內褲就好啦 還黑色內褲 一天換兩件 這也讓我通常的隨便方便 光想像就覺得突然人生方便 豁然開朗了呢 2.台北女大生 爛醉告白 小黃司機 興奮啪啪 以為脫丹 又慘了 唉唷我來了一期 男生好好保護自己的經典案例 唉唷 今天就是一個男生的 叫化演兵 我沒有 叫化現在的男性 要好好地保護自己 一名女大生去夜店嗨玩 結果醉爆了 喝掛 然後呢 搭建車回家時 因為說很想嘔吐 那建車趕快停車 產品牌到旁邊去吐一下 結果女大生直接躺在死者胸膛上 說 想要帶她女朋友 齁 上來一個 新聞多少先聊一下 這個直接不演了 直接就要當對方女朋友了 唉呀就說了 男生很容易暈船 不要小看男生啊 男生沒有你想像這麼理性啊 特別是當褲子裡面的東西睡醒之後啊 那個理智線基本上就是全斷裂的情況啊 雖然這個司機當然就是 在女大生回答出的地方 啊當然會參不上樓啊 畢竟她現在是司機的女朋友 那上去之後呢 絕對是需要來一場壞壞的戰鬥 然後隔天一起來 那個司機傳在訊息當中 已經進化成老婆了 真的 不要 小看 男生暈船的功力 從女友到老婆 只需要一個晚上的時間 呵 不過女大生當然是不領情 當她酒醒之後呢 依稀記得昨天有一個人跟她射射 結果她直接翻臉不認 怒告司機伯 啊看吧又來了 就跟男生說 你要懂得保護自己啦 當下她點頭不代表為了她點頭啊 正在她沒有送那些影音啊 蓋一張白紙黑字 一事兩份的合約給她簽下去啊 就直接指導黃龍 那都有風險 不過這法官 經過了仔細的瞭解之後呢 瞭解這個女生細節的一些過往經歷 像是知道她的背景啊 與其他更癡人的資料 以及釣魚的監視器發現 這個司機 是跟這個女生一起進來的 沒有就是女生醉到不行人生那一種情況 那剛剛講到這些女生比較隱秘的資料 是需要主動告知才可能知道的 這是無法事先做功課 就能夠知道的事情啊 除非女生告訴她啊 而且呢 如果司機真的是親親她的話 那她何必 男生何必 早上離開之後呢 又跑回去找她 那你當人家智商很低座 壞事還跑回去現場那種 所以呢 後來經過種種的證據 啊 瞭解之後呢 司機背叛無罪 不過這也告誡了司機 真的免錢的最貴啦 今天是你運氣好了啦 剛好記得女生說過的細節啦 也剛好有監視器啦 啊如果你運船運得太厲害 怎麼都不記得 那保證你會給她後悔期了 No.1 我老婆不給碰 她抓兒子 狂泄七次魚 他砍腰 在印尼當地 也有這麼一則瘋狂的新聞 也有個爸爸 因為自己的慾望太強烈 老婆會給雙人運動 所以呢他發表了 轉而對置的女兒 而不對 是兒子 把兒子當作是謝衣工具 猛烈的發洩 在最後的時候 竟然笑謝的時候 自己心運太強也沒辦法 咿咿咿 心運太強了 有很多地方可以發揮啊 例如木頭啊 可以試看鑽木曲火之類的啊 或者是可以拿保證 瓶口挖哪裡的 反正你賽斯有點爛貨 奇怪了 房水那麼多 竟然可以想到自己的兒子 這假如是禽獸去吃大便 然後進監獄給其他更壞的嘟爛 大家常常有這種被嘟爛的 硬嘟的感覺 更驚人的是 他兒子已經二十一了 他在他二十一歲的兒子後面 開後門走後路七十五 正合七十到夕陽 垃圾七十走後門 我嚴重懷疑這爸爸不只新手 而且他的性向 可能需要好好重新的自我了解一下 在警方的調查當中 兒子一直不講的原因 是因為爸爸不斷的威脅 哇靠 這要是在台灣 兒子應該到處方拿刀了吧 什麼威脅 我們台灣兒子要嫌 要不都可以拿刀了 今天你還敢督後面 捅後面 這爸爸有種說 在台灣實際看看 像說台灣自由平等 你喜歡什麼性別都可以 有你自己決定 但是你敢亂捅人 我就敢捅 沒敢過我們台灣電邦嘎 今天你不捅死 我現在說是捅死你 沒有啦 我們台灣是很有品的吧 我們台灣人很nice 剛剛只是諷刺一下 我們台灣的爛法律而已 看來 印尼需要我們的 無敵鐵拳孫中山 不是 是鐵拳無敵同仲艷 過去伸張正義了 什麼不能夠射手 在有地方需要射手 他就出現 到印尼去選總統 推行什麼合法化的性交易吧 所以說在台灣 你目前還沒成功啦 但是說不定 到印尼推廣這個 你會變成國外的壞壞交服 不過你要小心 以前做過的事情 畢竟你以前可是 鐵拳打過老婆的王八蛋 鐵拳無敵同仲艷 可不是浪德須民的啊 欸 這個同仲艷想說 你不是在報警的新聞嗎 你突然扯到我差匣 饅頭 同仲艷問 小子 好那衝著 我們以後男生呢 在花費之前都對要 一試兩份的白紙黑紙合約 給他簽好簽滿 蓋張蓋好蓋滿 雙方的雙正劍 影印 動輒以後的辦事流程 這麼的繁瑣 那我們這部影片的 值得一萬個贊 那要不要訂閱我的影片 就隨便來不要教會 那是一定要教會 幹嘛不知道 來我們這邊再見 See you to tomorrow Bye Bye